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作为歌手 终极梦想还是演唱会 还是能有一天在一个特别大的场合下 开自己的个人演唱会 11年的年初的时候 我们俩是去外地演出 然后在演出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当地的记者 采访我们俩 就说你们最近有什么打算 然后我们俩就说 我们打算开我们的演唱会 当时那个记者 演唱会 他非常记者 什么 你们要开演唱会 因为我们一首 当时一首活歌也没有 然后那个反应 刺激到我们 也鞭策我们走到现在 就必须我要 我一定要开成 那刚才说 从小就有个梦想 要开演唱会 但后来真正开了演唱会之后 你觉得跟你们小时候的那个梦想 心中的种种设计 一样吗 不一样了 不一样在哪里 因为小的时候 见的也少 并不知道以后 我想象的那个 好 就是我当时想象很大的 到底是什么样子 因为 我想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 大概是三四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学琴 但是在幼儿园唱歌 老师还觉得比较不错 所以我记得第一次 就在我们家镇上的那个文化馆 那个文化馆 应该能做三四百人吧 但是当时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那个文化馆好大好大 第一次演出的时候 是跟一个女孩一起 一个姐姐一起唱 歌声与微笑 还有一个小男孩 在拉手风琴伴奏 那次演出回事之后 我就跟我爸爸说 我说 哎呀太棒了 下面有观众 好多观众给我鼓掌 如果以后 我要是能经常在这样的舞台上 就好了 后来我就学琴了 学琴 一直到高一的时候 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就去香港比赛拿了个国际第一名 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嘚瑟了 我就觉得有成绩了 有点翘小意思吧 有成绩了 我就开始描绘 你想 我们家当时那个文化馆 就我四岁时候演出的那个地方 我就在那看一场 然后我就想 多么高的理想 我真的觉得那个文化馆可大了 然后我就开始 上课也不好好上了 然后人家老师在上面讲课的时候 我在下面写节目单 我都要弹哪些曲子 这个节目单在 每天每天不停地换 然后我要请我小学的时候 那个班长 来给我主持这个音乐会 然后我要请哪个老师 喜欢的老师 我一定要请到第一排座 然后谁谁谁坐在哪 我就每天就开始幻想 我什么时候能开一个演奏会 从这时候就开始萌发了一个 这个想法 其实那个时候 就是小孩的一种妄想 应该说 对 那后来搞的时候是到多大了 我第一次是高中三年级的时候 在我们家 在大连的一个剧场 是因为考上大学了 然后正好 我那年是因为我是免试文化课不用考 就是专业课考了第一名 然后就回家 正好有时间 然后就准备了一场演奏会 然后等于是回家乡 汇报演出 对对对 不用问票权是送的 对那个时候的演奏会 根本就不可能卖出什么价钱